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极楼晚间新闻 我是黄绍铭 先为一开始先带您来关心老旧国宅的问题 为在暖暖街的镇容国宅 启动一户的住户 家中的天花板出现了水泥大片的剥落 更夸张的是连钢筋都外露了 情况相当离谱 住户杨太太指着厨房的天花板 整片水泥几乎都掉光光 钢筋也外露了 杨太太说这种情形从7月份开始出现 除了发生在厨房之外 房间和前后阳台水泥也是大规模掉落 损伤情形看起来就像是卯培屋 这个阳台 这个头前阳台就是 它刚头的就是这个整个 落下来 落下来到买起来这个哈利 这个哈利也放下来 前面的厨房 厨房也是这样掉下来 后阳台也是 就是没办法睡觉 翻来翻去就是看电视 看对是个晚上这样 翻来那少许密一下密一下这样 整间房子修缮经费大约需要70万元 不过都发处国宅科表示 根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住户得自行承担 依照这个公寓大厦第十条的规定 有关于这个专有的部分 还是要有住户自己来处理 那今天看的大部分都是属于他屋内 前后的一个专有的部分 那依照相关规定 还可能要有住户自己来处理 来改善 举办会刊的市议员郑怡信 质疑当年的施工品质 将在议会临时会中提出讨论 我质疑的一点就是 前后左右上下都没有这个样子 那只有这一间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有一点质疑 就是是不是当时就施工的品质 就对这一户的时候是有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也请我们科长过来 结果我们现在才知道说 我们金融市政府对于整个国宅 的预算编列是几乎没有的 如果要跟国宅切割的话 那你要切割的干净 你国宅科你也要转型 你国宅科自己要先猜测 那再来就是金融市有那么多的国宅 你市政府你应该要提出一套方案 跟配套措施出来 就是针对于金融市所有的国宅 要怎么样来督跟改建 我想这才是重点 所以说我会借这一次临时会的时候 在市政府我们议会提出来 天花板水泥随时都有可能掉落 让杨太太根本没办法好好睡 现在为了避免阳台水泥掉落 砸伤人已嫁起帆布 杨太太说上下左右邻居家里都没事 只有她家这样实在很纳闷 记者曾均云采访报道